朋友 题目是选择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它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跟这个题目也是相当有关 就是选择比努力重要 我们以前呢 我们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都是说 你要努力啦 工作啦 当然努力是有用的 不努力 怎么有收获呢 但如果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更麻烦了 举一个例子 好像你叫这个方向 本来是左边才是对的 你往右边躺 你越努力 你的距离的目标越远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你们首先呢 在努力以前 千万要搞清楚 你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比方说 如果你希望能够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千万富翁 你的工作就是不要太努力工作 因为如果你白头复旦 在你公司里面什么事也不知道 如果地产经济告诉你 今天晚上有个寻盘 快来 你也不清楚 什么叫寻盘 寻盘 对吧 然后快点去了嘛 但是如果我不是太过努力 然后努力在另一方面 我就马上去了 就拿出我的成衣票 给你一年三期 成衣票 两年之后 这个SSD以后 哇 我就不同了 那个时候 我就成为一个百万富翁了 所以各位朋友 一定要搞清楚你的方向 所以大家要记住 选择非常重要 你要搞清楚 你要求的到底目标是什么 做出尽量的选择 踩从你的方向 正确去走 那你就会成功的 各位朋友 你也可以成功的 相信我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